哈囉大家好,我是民爸 今天來替大家開箱這台 ROG STREET XG17 AHP外接螢幕 之前我是看到XF開箱才知道這一台 那當時我看到它的規格 整個都超心動 首先這台外接螢幕 它支援的是3ms的反應時間 240Hz的高刷新率以及Adapt Sync 只要一條線 它就可以通知各種遊戲機 像是Switch啦、PS4啦 而且它還自帶電池、自帶腳架 更神奇的是它的內建一組DAC 連喇叭你都可以省下來 整個非常方便啦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開箱吧 Let's go 先快速打開ROG STREET XG17 AHP 來看一下配件 那它的包裝也很漂亮 採用禮盒式包裝 打開之後就會看到螢幕 緩緩的升上來 整個就爽起來 配件包含17吋的外接螢幕 一條HDMI轉Micro HDMI 一條C to C 一顆USB-C轉A 以及ROG的螢幕腳架 螢幕翻頁式立架 還有附上ROG螢幕專用的收納包 那裡面剛好可以把所有的配件 全部塞進去 而且還可以讓你放一台筆電 這台ROG STREET XG17 AHP的外接螢幕 質感真的是非常棒 整個機身的結構都採用金屬把斯文設計 背後有ROG的敗家之眼 而且它用兩種材質切割增加設計感 那大約是1公分的超薄厚度 整體重量大概是1060克左右 所有的操作與輸入介面都位於左側 從上至下分別是電源開關 OSD選單的確認鍵 選單的上下鍵 而下面則是USB-C以及Micro HDMI兩個接口 最下面則是獨立的USB-C快速充電孔 當你開啟螢幕的時候 就會顯示ROG的敗家之眼 接著秀出目前的電量 它有兩種站立的方式 一種是利用磁吸式翻頁的保護套 蓋起來就可以保護螢幕 要用的時候折一下就可以站立起來 一般出門用這個就可以 那另外一種則是透過專用腳架 它隨附的腳架質感超棒 整支都是金屬打造非常沉重 一邊扣具先鎖在螢幕的後面 最後直接扣上螢幕 觀賞角度都可以直接調整 立起來質感就非常棒 那出門的時候其實可以兩種都帶著 反正磁吸保護套隨時都可以拆下來 另外這款螢幕它有兩種版本 一個是ROG Swiss XG17 AHP 那是有腳架的 那另外一種是AHP1它沒有腳架 那17吋的螢幕到底有多大呢? 我用我的15吋的筆電來秀給你看一下 顯示面積整個都大了不少 修圖、上網都可以當做延伸螢幕來使用 那ROG Swiss這台外界螢幕 它採用的是240Hz高刷新率的 IPS面板 擁有100%的SRGP色域 以及1000比1的對比度 亮度最大是300尼特 以及3ms的反應時間 那支援Adapt Sync 防眩光以及護眼技術 當我接上三星手機的時候 就會直接啟用DeX桌面系統 這時候整個就會很像桌機模式 有桌面跟視窗的概念 搭配鍵盤滑鼠就會很像電腦 那如果我插上OnePlus 8 Pro的話 則是直接變成螢幕投影 兩邊的畫面會同步 那這時候也可以直接變成大螢幕來玩手遊 接手機只要一條USB-C 真的是非常方便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直接插Switch 我透過這組外出專用的Dock 搭配螢幕附上的HDMI 轉Micro HDMI 就可以直接輸出給外界螢幕使用 那你畢竟是外出用啊 在好帶與好看之間 17吋算是取得平衡了 那它內建7800mAh的超大電池 那官方說在240Hz的高刷新率模式下 那它可以有3.5小時的續航力 在一般模式下大概是5個小時 支援QC3.0以及PD3.0充電 大概充2個小時就可以滿血復活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選單 其實它跟一般的螢幕很像 預設是英文介面 可以改繁體中文 那身為ROG當然會有遊戲模式 關於遊戲的部分支援也非常豐富 也可以開啟OD模式降低螢幕的反應速度 那它也包含GamePlus電競模式 打開就會出現實質線、定時器、FPS技術器 以及顯示器對齊 還有GameVirtual的8種模式 像是風景、賽車、電影、RTS、RPG、FPS 有很多很多的模式 那還有一個重點就是它可以開啟 陰影加速Shoulder Boost 就可以把黑暗場景打亮 可是亮部卻不會因為太亮而過曝 好我們來總結一下 華碩ROG Series這顆電競外界螢幕 它的規格真的是非常優秀 那它的外觀也堪稱是目前螢幕裡面最好的 那配件、腳架都一次到位全部送給你 是相當完整的一個外接螢幕方案 那無論是休閒或是工作都非常適合 那當然它掛上ROG 價格也就不會這麼的清明 它目前的售價是16888 可是我只能說 如果你像我一樣經常需要到外面出差 那你戴上這顆超輕巧的17吋外接螢幕 它的顯示效果啦或是音效啦 以及它的方便性啊 真的是讓你用過就回不去 你看過大的就不會想再回去看小的 好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就幫我訂閱、分享、開鈴鐺 有什麼問題歡迎在下面留言 好我是羽霸 我們下次見囉掰掰